最近消息来关心到男子跟债主相约在新北永和的人爱公园谈判 疑似过程当中一言不合竟然爆发冲突 男子是持弹簧刀划伤的债主随即搭乘小黄逃逸 最新的消息是嫌犯稍早已经落网了 面对警方询问他声称作案用的弹簧刀已经拿到了跳蚤市场卖掉了 而至于详细的犯案经过以及债务纠纷还有涉及的金额 仍需要进一步调查理清